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字学院Angry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我是你们的谦论老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吧,那么本期的话将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自定义路径曲线和降雨效果的一个实现,首先我们看一下思维导图,首先是讲解我们的自定义路径曲线,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场景当中的Sense视图上面可以看一下, 我们首先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地方的element,然后我们点击一下element的话,还是之前教过大家的可以按住order键可以打开所有下面的element,然后我们找到我们找到就是patroRootE对象,然后可以往下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patroRootE对象,当然有时候对象太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搜索功能,我可以看一下如果不太好找的话 我们就搜索一下,好,这样我们搜索一下,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好,我们搜索一下,好,我们找到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给取消掉,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找到那个内容在哪个地方被点击到了 还是再来一下,我们再来一下,我们双击一下,看一下,好,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你们Эarson我说一下ois,上面 anemy,emen,em up,em,eme,enemy,eee 但有可能是,因为打开的太多了不容易找到 我们可以找一下 这样 在这个地方 Element Error 下面 好 我们刚才其实我们点击输入的时候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更明显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画面中蓝色的部分 我这边也有一个截图 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路径曲线了 然后这个路径曲线呢 它在这个Element 这个下面的话呢 就Element Error 这个下面的话呢 它就会 根据 我们在就是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怪物呢 它会根据这个路径曲线 一直沿着这个方向 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行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PetroRoot对象呢 它就是可以知道 它有三个PetroRoot对象 分别在各个对象上面呢 添加了PetroRoot脚本 那么每个PetroRoot对象呢 都有PetroPoint的子对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PetroAerror有 我们这边有三个PetroAerror 那每个PetroAerror上面呢 都有一个Element Error这个脚本 然后下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PetroRoot脚本 那么PetroRoot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就是下面还有很多节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不同的点 就像我们的这个地方输入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路径曲线的话的一个构成 我们选到它过后 它的一个构成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下面的这些节点 比如控制节点的位置来改变这个路径曲线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我这个地方平移的这个路径点的话 它的这个位置也有一定的变化 当然整个的话呢 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路径曲线 好 那么我们每个PetroRoot对象 那么曲线呢 通过PetroPoint对象呢 新增加路径节点 我们可以实验实验一下 比如说首先我们取冻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 现在的话呢 是按照逆时针方向 大家可以看 大概是用逆时针方向 进行一个行走 我们点击Reverse Direction呢 它可以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顺时针方向行走 大家可以看这个箭头的方向 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同时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AdPetroPoint 我们增加一个节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可以增加节点 我们通过增加不同的节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改变一下它的曲线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节点 比如说我们增加最后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可以InsertPetroPointAfter 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再增加一个节点 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它的位置 好 让我们继续来增加节点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就是路径曲线的话 我就把这路径曲线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修改 当然当我们修改的时候呢 也最好要看到就是我们的实际的一个物体里面的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呢 会好一些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运行一下游戏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怪物 刚才我们规划的这个路径曲线的话呢 其实就是用于我们里面的一个角色 按照那个曲线来进行一个行走 当然我们同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这三个是新增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选中它给它remove 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是在这地方 我们给它remove this special point 我们可以remove掉 我们给它dead就ok了 因为这个是它做好的一个perfable嘛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单击patch error 可以查看该路径曲线 所有的目标对象都是elementMesh游戏对象 那么我们在这地方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elementMesh这个物体 可以看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它在行走的一个路线 刚才我们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因为人还没有过来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的人没有过来的时候 这些系列的东西它是没有生成的 可能在检测到我们的角色 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才会对应的进行一个生成 好 好 好 我们查看该路径 所有的目标对象都是elementMesh 我们可以找一下其他的一个elementMesh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其他还有没有elementMesh对象 对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地方的elementMesh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运行这个地方它会不会有出现 当然你看在运行的时候 其实这个elementMesh是消失了的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点击一下 e 这地方是未显示的 它其实这个地方是应该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我们角色还没有进去 它这个东西是没有进行一个显示的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角色走到刚才的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预览 看一下我们这个elementMeshMesh是不是出现了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添加的一个路径曲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路径曲线的应用到不同的对象上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径曲线我们还可以应用到 你选的就是elementMesh 我们比如说这个element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对象 比如说这个elementMesh 但是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游戏对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啊 right 지금 等等 当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路径和路线规划好 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呃 这个物体才能按照我们我们规划的这个路径进行一个行走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游戏当中的一个降雨的效果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如果在室外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气系统 同时地面上的话 雨点落下来的话 还有一个联语的效果 然后天气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就是天上的雨滴 从正上方掉下来 同时呢还能够听到雨的声音 当然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没有录入我的计算机的本身发出的声音的 只录了我耳机的声音 大家可能听不到雨声 当然你们自己在运行的时候 肯定是可以听到雨声的 然后可以看到天上不断的在下雨嘛 然后地上的涟漪呢 也在不断的要进行一个播放 好 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来看一下 就是游戏中的Rainbox 处理是该游戏的一个亮点 那么可以在HyperStoon找到RainF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游戏中的Rainbox 我们找一下Rainbox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找一下这个Rainbox在哪个地方 它不同的位置 它有很多的Rainbox 它是在DynamicRainF的Effect下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找到我们的RainEffect 这个的话呢 就是整个的我们的一个天气系统 没有它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天气 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方块 就是我们的Rainbox 这种不同的 有不同的区域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不同的Rainbox 相当于就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坨云的这种概念 它由这一坨云 然后进行一个雨的一个下降 好 好 我们点击Rain 我们把这个收起来 可以看到RainEffect下面有RainDrops RainSplash She's Big 还有RainSplash Small 等等 这几个组件 就相当于是它下面的一个子物体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登记RainDrops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绑定了RainManager脚本文件 那么RainManager脚本呢 在游戏运行的时候呢 就是负责创建羽目的网格与材质 可以通过它来控制羽目的区域大小 雨滴下落的速度 雨滴粒子的数量等等 那么我们展开RainDrops上面对象呢 单击RainBox 就可以知道RainBox对象绑定了RainBox脚本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RainManager 看一下ManagerY Y轴的位置 还有Number 这是我们的粒子的数量 这个就是我们的RainDrops的一个大小 云木的一个大小 还有它的一个就是高度 还有就是下降的一个速度 还有粒子的一个大小等等 都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的RainBox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到它上面有一个RainBox对象 然后RainBox对象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用到的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双击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雨滴下落的一个效果 大家一个雨滴下落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看看一下的话 在我们里面就是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个透明材质的这个雨滴的一个树线的一个效果 就是表示我们的下雨的一个效果了 这就是它们把一个RainBoxJS这个脚本来实现的这个雨滴效果 这个RainBox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里面的代码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RainBox呢 就主要用于设置雨滴的一个外观 我们该脚本中的update里的逻辑呢 就是让不是雨猛 雨目 雨目的网格 在Y方向呢 从上至下的循环运动 从而达到雨滴落下的一个效果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竖着的那个图片呢 就是从上往下的 往降落 我们可以感觉就像是真实的在下雨的一样的效果 就是一个托尾 有点带托尾图片的一个就是雨滴的效果 那么AndroidGesmos函数呢 就是用于绘制雨目的外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把这个关掉了 那么我们的AndroidGesmos函数呢 用于绘制雨目的外形 对于我们雨目的外观呢 可以通过双击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些地方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AndroidGesmos 这个就是我们绘制雨目的一个外观了 在这个Gesmos函数里面 进行一个绘制 好 那么雨滴下落到地面产生后的连椅的大小呢 通过就是我们的RingSplash is big 来并行一个控制 我们可以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那个雨滴的 这个时候雨滴的图片嘛 我们再看一下RingSplash big 等等下面的一个 当然这个两个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连椅的大小 当然它就是有分为大连椅和小连椅的那种感 当然雨滴下落有时候你可以感觉这一滴雨比较大 可能在地上产生了连椅的波纹也会大一些 如果雨滴的比较小的话产生的连椅可能就会小一些 当然就是这种大小的话不一嘛 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真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雨滴下落到地面产生后的大连椅的效果呢 通过这个big来控制吧 我们刚才里面看到的这个big来进行一个控制 当然同样的还是有就是RingSplash manager 同样的还是有就是粒子的数量大小 它的一个范围一个高度 还有falling降落 这个只是falling speed 就是消失的一个速度 还有flake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宽高以及随机数 就是产生的一个宽高以及随机数 那这个小的话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相当于是都是一个RingSplash manager 当然就是大小不同 粒子的数量不同 这error size就是大小 它big是9 它这个地方是比如4就要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它这个地方用到了就是雨滴下落 以后产生的连椅外观呢 就是我们这地方进行的一个Ring 这个box来实现的 是不同的地方 当然小的就更多了 小的就非常多了 到处都有小的 它偶尔会出现一个大的 比如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看一下 还有大的连椅出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它都是配有小的连椅一起实现的 看一下 这边就雨滴效果 它会都是 雨木都是随机产生的 然后地面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啊 这种水的一些反光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做的非常的好 它地面还有就是 一些水的波纹的反光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啊 splash box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鼠标 我鼠标在的位置 它就有不同的连椅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连椅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张图片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双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啊 这张连椅的图片了 叫rippo 可以看一下 这个看图片的工具 美图秀秀好慢 我到时候把它卸载掉 当然有些另外的软件 其实可能看图片 是默认的软件 可能看图片都比它的速度要快一些 是卡住了还是怎么回事 这样 rippo 我们可以打开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psd的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预览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有连椅有大有小的 然后它通过随机来选择 使用哪一个连椅的一个情况 或者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比如说是一个flash 就是由小变大 或者由大变小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好 然后 云木和雨滴的产生呢 基本上就这样了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 就是我们截的一个图嘛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 连椅的一个图片了 就这样产生的 当然有可能就是刚才讲的 是一个随机的一个 产生的一个图片大小 好 那么 本期的阵言呢 本期视频的话呢 就是自定义路径曲线和降雨的 基本讲解就是这样 当然详细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就是啊 去自己自行的就是了解和查看 我觉得反正讲的这些呢 就是啊 它这个案例实现的比较好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啊 把一些相关的内容用到自己项目当中去的 好 啊 那么本期的阵言呢 就是你的人生永远不会辜负你 你的 是你的人生永远不会辜负你的啊 那些转错的弯 那些走错的路 那些流下的泪水 那些地下的汗水 那些流下的伤痕 全都让你成为啊 独一无二的自己 啊 其实其实这句话的话 就是想告诉大家啊 啊我们不管做做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 呃怎么说呢 都是能够让我们变成不一样的自己 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特有的事情 啊 所以大家要相信自己啊 不要 怎么说呢 不要气馁 好 谢谢大家